随着综艺节目无限超越般的播出 香港TVB甘草级男演员车保罗再一次走入大众的视野 这档综艺主要是邀请一些TVB老戏鼓 包括许少雄、赵雅之、邓翠文、吴振宇、慧英红、汤振业等 指导后辈的年轻演员演戏 第一期节目中 导师们带来自己在TVB历史上的经典影视代表作 学员们自由选择想要拍摄的影视作品 在老师的指导下翻拍 尴尬的是 当场所有明星老师都有人选 唯独车保罗的陆顶记无人问津 全场没有人愿意翻拍他的作品 这让车保罗有点难堪 与在场其他几位老师相比 车保罗的咖位似乎确实不够高 这档号称让演员回归出新的综艺节目多少有点变味了 短暂的失落过后 车保罗立马列举了选择他的三个理由 邀请在场演员和他一起表演 在他的真诚发言下终于有一个人举起了手 为了顺利完成表演 车保罗邀请范士奇加入自己的队伍 可多次邀请后还是被拒绝了 看到这一幕后 网友们纷纷开始表达不满 认为这档综艺与其说是提升演技 不如说是个大型名利场 作为香港资深演员 车保罗在节目中应该和其他导师一样备受尊敬 可不知为何 不少网友发现节目组在刻意边缘化车保罗 一些自称学过剪辑的专业网友 指出了节目剪辑师的剪辑手法有问题 或许正因为节目组的不公正对待 才使得车保罗再度活了起来 很多95后00后年轻人都开始心疼这个老演员 了解他身后的故事后 更加被这个爷爷被演员圈了粉 说起车保罗 很多人可能会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一看到他的脸 大家的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 他演过的经典TVB影视剧角色 坦白说车保罗的长相并不出众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长得很有特色 长长的脸 大大的眼睛 让人过目不忘 车保罗年轻时正是香港娱乐圈的鼎盛时代 当时港圈明星争旗斗艳 优秀的配角层出不穷 可车保罗这个长相似乎注定演不了主角 凭着对演员这个职业的热爱 车保罗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 无论是神死观里的倒笑牙医 还是陈小春版《鹿顶记》中的胖头驼 车保罗的演技都是可圈可点的 值得注意的是 车保罗所饰演的每个角色都有鲜明的人物性格 对于车保罗这样的专业演员似乎没有舒适圈这一说 他永远都在挑战不同的角色 而这次加入无限超越班也是他所做出的一次挑战 节目中车保罗表示自己属于甘草演员 心甘情愿为他人做绿叶 倘若等他七八十岁的时候 有个合适的角色邀请他出演 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去参演 一切只因对演员这个职业的热爱 如今的港圈已经风光不在 很多明星艺人都选择来内地发展 像车保罗这样的老演员早就失业另谋生路了 44岁那年 车保罗不幸失业 由于他的长相过于特殊很难再接到好的剧本 于是在他合同到期后TVB便不再和他续约 为了生存车保罗开始找新工作 在菜市场任职监工 每天忙着负责疏通下水道 处理客人的投诉 抓小偷 寻找失踪老人 这些工作虽然琐碎 但对车保罗来说都很有意义 在成为菜市场监工之前 车保罗还做过很多零工 比如做保安 跟班 接待员 虽然生活又苦又累 但他却一直热爱生活 在外人看来车保罗的晚年生活确实有点惨 媒体们对他的评价一律是落魄 谁能想到一个曾经光鲜亮丽的明星 竟然会沦落到借钱下葬母亲的地步呢 原以为余生要和演员事业彻底擦肩了 可2019年车保罗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主角 画癌的独具老人 或许是制片人也觉得车保罗的生活过于艰辛 比较贴合人物形象 于是邀请他来出演 车保罗抓住机会仔细揣摩剧本 最终凭借出色的表演 提名国内某电影节最佳男主 为了录制《无限超越班车保罗》特地辞去了工作 完成录制后他又回到了香港继续找工作 如今车保罗因为综艺《无限超越班》再度翻红 某平台邀请他拍戏 郭静与导演说找机会和他合作 可以说车保罗的真诚与善良为他热爱的事业迎来了新的转机